为了帮助侄子 不光解决了他吃住的问题 还给侄子找工作 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却换来了侄子的冷漠 难道这就是王先生 非要追回欠款的原因吗 那您跟我详细说说成不成 你俩是怎么做起这买卖的 怎么做起来的 我在家里开个宾馆 我们老伴们俩 往后来我们有个同学 给一个冷库上班 给人经营速冬玉米 他老上往的去 他说什么 老同学 这个宾馆 我地面一样看就行 你要是整点个苏东玉米 到南方去 你不也整点吗 我说行吗 我说我经济基础不好 我说我有职 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干嘛 他干不了合作干净 结果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行 都清楚了 直到这些事 说话说话第二天不来就走的 走到了群州 所以这事就说干就干起来了是吧 第一车就是我们俩给他 蹲着卖里的 也没批出多少钱 后来我一看不行 我们俩上海了 后来你们在上海扎下根了吗 扎下根了 09年的11月份 12月份 一直到4 5月份 我们俩都搁这块 我这边发完之后 我就跟车回去 那后来呢 后来您就没在上海待着了 他媳妇去了以后我就回来 直儿媳妇去了 我就开始发货 那收钱是谁收着呀 都他收 都一边他一边承 都他收 所以现金流是在他那块上的 都他收 一个人收钱 你就值得在这户户上户 那你到最后要怎么办呢 那我问您啊 那您比如说在东北这边 需要批货 那货款是哪来呀 他给我邮啊 他给我汇啊 我要是 假如这车大约得十万 他好了给我打到七万 七万五 那三万得各家政 他少没钱 他真没钱 还是有什么问题啊您觉得 那块货也是多 压的也是多 如果当得行的话 也没忘记上行字